無菸財務場 今天已經正式開始了 台灣市長胡志強跟多位貴賓 拿著畫筆在合體牆面塗鴉 希望藉由戒菸標語能夠號召市民 共同打造無菸好環境 每個人都能無菸享幸福 我們要全力推動減少吸菸 公共場所開始推動禁菸 我相信是我們全台東市人都希望看到的 今天這個彩繪活動就是 希望跟小朋友還在一起 讓小朋友也知道說 戲演是不好的 接著還有很多譬如說在百貨公司 或者是各地方 我們辦很多的活動 希望大家一起來參加 師傅表示 目前台東市公共場所二手煙暴露率 已經有100年的8.27% 下降到目前的7.09% 為了呼籲民眾少抽根煙 衛生局特別舉辦系列的削導活動 首場的假蹄鹿合體彩繪塗鴉 藉由大小朋友天馬行空的畫作 希望呼籲大家不要抽菸 身體才會健康 無菸的環境對我們的健康 整個環境是好的 希望大家能夠為了健康 為了下一代 把無菸的環境重視推廣 我支持無菸的環境 你喜歡鹽會嗎 不喜歡 家人有在抽菸嗎 沒有 不知道人家抽菸你會怎樣 叫他不要再抽菸 這是我畫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抽菸 希望大家都不要抽菸 核體塗鴉打頭鎮 衛生局接下來的兩個月週末假日 會再包含草物道 老虎城以及北屯公園等 十個場景及商場 舉辦無菸露天電影的播放 樂團競賽以及闖關遊戲等活動 也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接下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